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的玩具设计业务 走投无路之时 便伪装成催差队上门威胁 然后返回窃取了所有玩具专利 事后经营 居然还叫上了周老师的得一门生意 真是不达目的 毫不死心的一个人 当时负责生产老师玩具的那些工厂 是由我来负责 宋氏投了很多很多的钱 突然有一天 在网上有人说 玩具竟然和以前一个小工厂的一模一样 还发出了很多细节的对比图 宋氏当时股票暴跌 正赶上多时之秋 他们担心 一旦出现像盗版妾用这样的丑闻 会影响他们原本的根基业务 于是 就把工厂关了 给洛一笔钱 打发我走了 我现在每一天晚上回家闭上眼睛 都能想到周老师端着 食堂的饭菜在问我 说 志明 你怎么不学好呀 你怎么 不走正面 我对不起周老师 还算你有点良知 陆总 你刚才答应我的 还算数吗 帮我拯救你 照顾好我的工厂 还有我的母亲 我更喜欢在作品面前 只讨论作品 宋小姐 你欺骗设计组委会 违背职业道德 窃取他人作品这个行为 你该如何解释呢 你别胡说 你毅然坚定地说 Pure Love全系列 是出自你的设计吗 当然 你要是再捣乱我叫保安了 叫保安也掩盖不了你的劣迹 如果你要是真的不心虚的话 听我说几句又何妨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系列的作品 并非出自宋小姐之手 背后的枪手 就是他的助理姜宁 宋小姐 在画设计稿的时候 习惯用马克笔 她有一套半人高的 全色马克笔 在之前因此上 分享的生活照里面 时常有流露出来 在之前的设计稿里 大家也能看到 可是这一次 在Pure Love获奖之后 媒体采访时公开的设计稿 用到的 却是速写纲笔和采迁 而这正好是姜宁 在画设计稿时 习惯使用的设计笔 那又怎么样 不过是巧合罢了 谁还不能换支笔了 没错 不过就是一支笔嘛 老板 快拍下来了 江宁 岳于知名设计院校 早在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给男朋友热恋 所以为自己设计了一套 婚纱礼服 这个设计稿一传到校网上 便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在你发布这个作品之前 他在校内网上的动态 就已经被删除了 可是你不要忘了 网络可是有记忆的 我这有一张网络快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江宁之前的设计手稿 是不是跟这个主打款 有点相像呢 我的意思是 我们回家先换个衣服 一会儿大卫先生有个私人酒局 我让西星搞了两阵邀请函 一会儿给他上一课 走吧 说这样 走啦 对了 你做完很努力 其实我一直很想 两个公司能够宿舍合作 那当然是最好的 谢谢 在这儿的遇见 那我把您的名片给我 好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有机会联系 一定一定一定 好久不见 最近 百味新项目还忙吗 季总我先走了 进度如何 目前一切顺利 我们会继续跟进 陆总 那智能化 还算理想吗 嗯 我们的效果还是很理想 嗯 我去旁边一下 去外面一下 旁边 好 许久没见了 季总 怎么 不给别人做嫁衣了 我现在给自己做衣服 成业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有过交情的 如果你需要投资 随时可以找我 暂时不需要吧 收了别人的钱 就得听别人的 收得越多 就要听得越多 我还是慢慢自己来吧 好吧 那我祝你 创业顺利 是什么大人物来了 您怎么会爽光过来 平时求一件 都求不到的贵客呀 像Kinnon那样 苏莱姐跟国际一线 大派合作的设计师工作室 会考虑国内的肩膀吗 花池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 哎 这是花池 花池 哎 你看 花池先生这是干什么呢 哇 真的假的 花池先生这样的身份 全部都拿裙子 还蛮大 这什么感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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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感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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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工作室的主理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Kingdom工作室的老板 国际一线玩偶设计师 Carton Ch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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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先生 期待跟你能合作 怎么说 白天见面还在压价 现在就算我们 开价翻上一倍 他们也要欠下来 把手给我 你喝酒了 没有 那你身上怎么都是酒味啊 可能在别人身上占的吧 不行 你仔细问问 好了 我知道了 放开我 不放啊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每次看到你 不都会脸红吗 就停这儿吧 哦 应该还可以再往里开一小段 没事 我自己走一段路就到了 这儿 看起来荒废很久了 怎么约在这儿啊 可能有什么私密的事吧 没事 那你小心点 有什么事给我电话 好 这叫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这叫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好 现在进度如何 我这边已经还原了当时玩具场 专题下落不明的医院时务 正在跟律师做进一步咨询 稍后打给你说 好的 播给绵绵 秦天皇 江宁 江宁 喂 林开 你赶紧带人过来吧 我在小南路中断这儿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姐 你去小南路干什么 姐 你在小南路干什么 怎么是你啊 姐 我想跟你说 不 我可能要暂时出国一段时间 对不起姐 我真的没想到 那么在本次的这个事件当中啊 宋家的孙女因为使用枪手 而被无心的副总裁周眠当众揭发 宋氏现在所面临的这个舆论风波 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形势非常的不堪好 我们也很期待啊 宋氏回头会 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来给自己晚尊呢 斯瑞 这有什么没有人去的野地吗 不好 这是谁 对了 对了 的 是的 是 可以 是的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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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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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啊 我们的婚礼 有我和你就够了 不用那么多排面的 可是你嫁给我了呀 我肯定要为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想照顾全世界你嫁给我了 可是你好像并不是这样期待的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高调的人 你不是也一样吗 这不一样 好了好了 一会儿我们再聊 等我把礼服换下来 您憋好了 先ler到了 邪子 我跟我们回答 呢 电